哎呀 哎呀 哈喽大家好我是Avy 欢迎回到Avy的微醺酒馆 最近天气真的很冷 而且哪怕还一直下雨 所以呢最近晚上我就选 度数高的威士忌喝 但是我有点喝腻了苏格兰威士忌 跟日本威士忌 所以呢我就把我的魔爪 升向比较小众的爱尔兰威士忌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就来讲讲爱尔兰威士忌的入门 以及呢我会给大家推荐一款 入门级的爱尔兰威士忌 我还找到了 精亮啤酒桶和黑啤啤酒桶 的威士忌同样给大家做 唇饮测评 节目的最后我会教大家我最爱的 爱尔兰威士忌喝法 爱尔兰咖啡 话不多说起飞走起 大家好我是Avy 欢迎来到Avy的微醺酒馆 花到七分酒至微醺 让我和你分享 不玩而美的品酒至高境界 我们来讲一讲 爱尔兰威士忌的历史 一直呢有一个争议就是说 威士忌是爱尔兰人发明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呢大家可以发现在市面上 大家都很狂热什么 苏格兰威士忌啊日本威士忌 所以爱尔兰威士忌相比之下 就不是很吃香 但在1900年在爱尔兰就有160家的威士忌蒸馏 可以说是数量众多 那后来因为美国的禁酒令 以及爱尔兰的独立战争和内战 到最后就只剩三家在空中瑟瑟发抖 而且呢当苏格兰开始用科菲蒸馏去提高产能 减少时间跟成本的时候 爱尔兰人说 不我们要坚持传统 我不听我不听 最后差点被团绵 但是最近爱尔兰威士忌频频 在威士忌评奖上获得好评 所以他们很多蒸馏所开始重建跟扩张 大家也开始去尝试和购买爱尔兰威士忌 我觉得爱尔兰威士忌会不会就像 现在的日本威士忌以后可以被炒得很高 所以呢有投资眼光的酒鬼 现在呢就可以去入一些 比较高质量的爱尔兰威士忌 没准以后就单车变摩托呢 那我们来讲一讲爱尔兰威士忌 跟苏格兰威士忌有什么不同 我觉得很多人到现在都分不清 那第一呢就是威士忌这个英文单词的拼携 大家可以发现在爱尔兰威士忌的酒标上 但威士忌之中是带有一个E字的 而这个E呢是代表Excellent大 就是他们觉得他们威士忌比别人都棒 所以是Excellent威士忌 那在苏格兰威士忌中是没有E的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那第二呢就是原料 爱尔兰威士忌是可以用发芽的大麦 也可以用未发芽的大麦 而苏格兰威士忌就只能用发芽的大麦 而且爱尔兰威士忌是用煤炭去烘焙大麦 所以通常不会有像苏格兰威士忌的泥煤味 第三就是制作手法 爱尔兰威士忌用的是三次蒸馏 而苏格兰威士忌用的是两次蒸馏 那么多这一次蒸馏 其实呢是给爱尔兰威士忌带来一个非常小清新的风味 顺滑的口感 在法律规定上 爱尔兰威士忌至少在木桶成亮三年 而苏格兰威士忌呢就只需要两年 如果一定要我推荐一款入门级 而且极具代表性的爱尔兰威士忌 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这位大哥 登登! 这是真美醇詹德森 如果没有喝过真美醇 不要告诉我你喝过爱尔兰威士忌 但是我今天逛店的时候手痒 我没能控制住我自己 我还入了一款进阶的单一湖式爱尔兰威士忌 我真的被它的口味惊为天人 我突然发现手边的苏格兰威士忌 跟日本威士忌瞬间就不香了 如果大家想看进阶爱尔兰威士忌的在空瓶抠衣 下次呢我可以给大家做测评 深入的探讨一下爱尔兰威士忌 那我们来讲回尊美醇有240年的历史 而且它用的是三次蒸馏 非常有代表性的爱尔兰威士忌 我觉得非常适合刚刚入门喝威士忌的 或者是偏好口味比较淡的酒鬼去入手 我今天还有这两款非常特别的尊美醇 分别是IPA精亮啤酒跟Stylt黑啤 其实这两个就是买这个送的 你说多么的划算 那今天呢就会给大家来做这三款的测评 首先我们来试下这个原味的尊美醇 从香气上它有淡淡的香草跟苹果 还有一点点奶油的味道 我觉得这个怎么特别的像百灵坛 我之前做过测评呢 大家没有看过那个苏格兰测评呢 赶紧去看一下 有一点点蜂蜜 我们来试下它的口味 有一丢丢的辛辣 但是一点都不过分 后尾有一点点奶油香草 还有一种曲奇饼干的味道 但是我觉得这个咽下去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回味了 可以说是比较简单的一款威士忌 对我来说就像喝水一样 但是我觉得非常适合入门 是比较清淡型的威士忌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精亮啤酒IPA 我好喜欢这个瓶子 我感觉去哪都能带着它 最近精亮啤酒的风很大 我觉得尊美醇也是能与时俱进 加入一点精亮啤酒的元素 我可以闻到一股啤酒花的味道 香草 一点国谱幸福的味道 我们来试一下 它有啤酒花的一点点苦 但是是回甘还有香草的味道 这个 我觉得这个比原版好喝多啦 我觉得这个就是两重快乐 精亮啤酒跟威士忌的结合 那么最后来试一下这个黑皮 这个黑皮特别感 我闻到了一股巧克力的味道 以及一点可可豆 如果是酒精的刺激感 我感觉比前面这两款的酒精刺激感比较强 但是它的后味呢 是有一点点巧克力可可豆 但是我现在这三款我最喜欢的 就是这个精亮啤酒 非常的推荐 如果大家可以找到这款的话 很适合入门 而且回味就是有啤酒花的香 还有一点点的苦 但是呢 就是非常的on point 非常的舒服 那今天呢 我来教大家我最最喜欢的 爱尔兰威士忌喝法 爱尔兰咖啡 而且这款呢 是适合冬天喝的热鸡为酒 最近因为天冷 我平时很喜欢的冷的 马天泥跟古典 我现在都不喝了 因为真的实在是太冷了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我们需要的原料有 爱尔兰威士忌任何品牌的都可以 还有一点点的黑糖 一点点的薄荷 那这个薄荷 其实我是拿来解了这个奶油的逆 你可放可不放 那首先我们在杯子里加入几片薄荷叶 再加入我们的黑糖 加入大概45毫升的爱尔兰威士忌 把这块黑糖给搅化 顺便呢 把这个薄荷的味道给搓出来 但呢你不要搓得太猛 因为呢会有苦味 然后加入我们的浓缩咖啡 要热滚滚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些黑糖给融化 当你把糖搅化了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咖啡杯里面 挤上我们的奶油 千万不要吝啬你的奶油 铺上满满一层 我们的冬天也能喝得继维酒爱尔兰咖啡 就做好是不是超级简单 我们来试下这个爱尔兰咖啡 你一定要隔着这个奶油 就把你的嘴埋下去 跟你讲冬天的晚上 就这么一杯爱尔兰咖啡绝了 所以趁现在天冷 给你的爱人调一杯爱尔兰咖啡吧 看完今天的节目 你最想试的是哪一款入门的爱尔兰威士忌呢 是原版呢还是我们的精亮啤酒黑皮 我最爱的爱尔兰咖啡 在上方call1234 告诉我吧 想看进阶爱尔兰威士忌也别忘了 在下方留言 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点赞 关注 转发 下支节目我们再见 哎呀 好快 啊 哎呀 挤嘟挤嘟 嗚 贝贝 美酒既是艺术也是生活 关注IVY的微醺酒馆 带你品味乐趣人生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